轻轻了无数次 连短裙子都没得穿 挺喜欢自己穿丝襪的那对脚 哇 感觉真的 真的不要小看现在的互联网 这些照片耐到多久 这张拿了奖 86年入行的时候 电视先生 那时候为什么特别瘦 那时候因为17岁多 18岁 应该那时候没什么营养 这位是姜医生 姜医生你好 真是难得 这是我第一部电影 这是鬼马保标 插美人姜医生 那时候记得第一次和红姑拍戏 陈芬奇导演 NG了很多次 NG了无数多次 想起都有一点 有点害怕 中方三合 那个有杀无陪 那个杀手 专闭小孩 我告诉你 我根本要杀所有的宝宝 很难得会碰到几个影后一起 开工 梅姐 杨子瓶 张曼玉 这几个 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我的影艺生涯里面 有这样的一天 开工的一天 我都很满足 哇 那时候 脏爆的那个面 东方三合 入了行 有点人气 那么就 开心得仔了 可能又 又开始 真是 脏了点 这个盲探 盲探 都挺重要的 这个造型 我觉得 我记得那时候导演跟我说 不是穿短裙子的 连短裙子都没得穿的 只是用一些宝宝 用一些桌椅 这样遮住 这样过去而已 后来 不知道怎样改到 有一条短裙子 踩着对女装球鞋 这样 挺印象深刻 这个盲探 是 因为盲探这个角色 有这么多的 不可以有 哇 有肌肉 有腹肌 而且本来我当时是这么懒 我记得刘先生第一天跟我拍戏 打开门拍一门 第一个开玩笑 哇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 不是傻佬 是一个懒人 说我不做运动 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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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臭 五个小孩不脏 但五个小孩 真的是 是开始减肥的那段时间 五个小孩 就是想减肥的那段时间 就是开始学会做运动 这样的收神 是 你下街买东西吃几粒来的呢 那真的是这么一样 对啊 都是这么一样的 我会啦 我不是知识 我喜欢单人无事 在家里试很多衣服 我是最简单的 总之要下街我就冲下街了 无所谓 夹着对人事拖 过我下街 危诚 是不是危诚啊 这个 这个卖面佬嘛 牛肉面嘛 要不要冲花啊 哈哈 煮会面你吃呢 我铁牛肉面你要试一下 好 其实这个看法是一些文初的看法 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拍了由电视台出来拍电影 都很少回到这些所谓的年代的造型 很少 就是当时在电视台电视台时就拍了很多古装片 八七八八年都是成吉思汗 刘永做成吉思汗的那个 都很久了 出来拍电影就很少会遇到这些 这个对上一个就是唐白虎点秋香 那个又是这些古装套 挺怀念这些年代套的 我挺喜欢 它越是这样 就越可以 接着开始有些西装骨骨 犯罪现场这些 阿叶sir套 阿叶sir套 阿叶sir套都印象深刻的 现在总之我一穿西装 所有的头分界就说叶sir套 其实这么多个我最喜欢 就是《明日战技》这个造型 《明日战技》这个是最深刻 还有搞得最久的事 每一次出发之前 早上开工都要搞三个小时 握边 因为边边每天都要拆 还有我们每天在那个景 就沙尘滚滚 直接起了头仓 都挺辛苦 每天扎着这边 又要噴一些鞋面的东西 上到面上 扣金牙 弄烂面 都都乘三个多小时 每天坐在那里做三个多小时 卖妆都要落九个字 那时候真是挺深刻 但这部电影 这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是 《脆诗》来说 这个美女 真的都挺适合的 那时候 我不是鸡 我没问题 我们两个都没问题 最瘦是那段时间了 因为那时候 那些女装衫都挺难穿 很多那些内衣 那些要真的很细腻才穿 所以那时候是减到最薄才去拍这个 还有我挺喜欢自己穿丝密的那对脚 哈哈哈哈 挺修长的 我挺喜欢 还有鱼网 我喜欢这个造型 还有挺大压力的 第一次和韦英雄合作 我记得开工第一天 我们就拍那场 吵架的那场是真的 是挺适合的 还没曾熟落 或是太熟落 这样就拍了一场 那段时间是挺沉重的 就是由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我是不想那个角色有什么差池 因为不可以对一帮小众 会有什么不对的事实 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 挺大压力的连出 还有这部电影 你说港渡代表作又不是真的太过代表作 是只不过我在这么多年 拍了40年戏里面的一个标记 黑仔够姜做这件事 都已经是挺直回飘家了 我觉得 我对这部电影我觉得挺自豪 未来我的新动向都是拍电影 我想未来预计的角色更新鲜 我现在都是和自己认识一些 希望认识一些角色是观众想看 观众想知道 我又觉得挺新鲜的角色 虽然是难搞 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很难以 可遇不可求 但是我知道今年会有这些机会 希望未来一些演出 大家会喜欢 我自己又会好享受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黑仔